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张艺兴新剧和迪丽热巴新剧 再次被腾讯高管表扬 看来是真的出圈 续言 2021年11月12日 继腾讯视频副总裁点名表扬扫黑风暴和你是我的荣耀后 腾讯Q3财报再度点名 表扬了这两部电视剧 看来这两部电视剧是真的出圈了 同时也说明 这两部电视剧真的是替腾讯挣了不少钱 好多人为了看剧 而成为腾讯视频的会员 扫黑风暴由伍百担任导演 王思洋联合指导 孙洪雷 张艺兴 刘亦军领衔主演 吴岳 王志飞 刘之冰 吴小亮主演 江书影特别出演 该剧根据真实案例改编 讲述了中央扫黑除 乌都岛组进驻中江省绿腾市 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前刑警李承阳孙洪雷市 年轻刑警林浩张艺兴市 在都岛组的指导下 和专案组组长何永刘一军市 共同协作将黑恶势力及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 该剧于2021年8月9日 在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开播 并在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8月12日在中央八套开播 10月19日在广东卫视开播 扫黑风暴在这么多电视台播出了 竟然在腾讯视频还有这么高的播放量 说明这是一部难得的好剧 张艺兴和很多顶级流量不一样 他不在乎翻味 只要有好的电视剧可以拍 他宁愿当配角 孙洪雷是扫黑风暴的男主角 张艺兴是男配角 最多也是并恋男主角 但是是二番 接下来 可以期待一下张艺兴的电视剧《落花时节》 他给雷佳音演配角 非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 你是我的荣耀是由王之指导 杨阳 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潘岳明 胡可 王彦林 郑和惠子主演 金晨 吴倩 赵英子友情出演 季孝兵 高露 涂松岩特别出演的都市爱情剧 根据顾曼的同名小说改编 你是我的荣耀 讲述了人气女星乔晶晶迪丽热巴士 与高中时单恋的于途杨阳士 在阔别十年后于线上再度重逢 继而开启了一段浪漫治愈的暖爱之旅的故事 该剧于2021年7月26日在腾讯视频开播 你是我的荣耀是年轻观众很喜欢的偶像剧 只要找对了演员 肯定就不会失手 而杨阳和迪丽热巴士队的演员 他们颜值高 演技好 正能量 流量高 播放量肯定就会高 只不过 杨阳和迪丽热巴也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圈 可以尝试一下别的题材 讨论 扫黑风暴和你是我的荣耀 你更喜欢哪部电视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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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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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